继续来看《坐着高铁看广东》系列报道 当前广东已全面进入高铁时代 截至2020年6月底 广东省内铁路营业里程4718公里 其中时速200公里及以上铁路2100公里 居全国前列 基本行程以广州为中心 连通越东西北辐射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 放射型铁路网格局 广州南站是广铁集团所下站点中 列车开行密度最大的车站 在客流高峰时段 平均每分钟发出1.2列动车组列车 是华南地区最繁忙的铁路客云站 2019年广州南站共发送旅客1.49亿人次 一年可以搬空10座广州城 广州南站平常的开行列车对数 大约在380对左右 在节假日的时候达到470对 基本上是4个小时可以覆盖全省 那么珠三角成绩是可以一个小时到达的 以前可能一般吃要好久 现在吃的班吃越来越密集 我可以以前可能一天下来 到我们那里就那么几班吃 现在可能吃越来越多 我越来越好买票 碎管申成绩于2019年底建成通车后 实现了以广州为中心 一小时内珠三角九市的互通互达 东莞依托铁路网络 规划实施了虎门高铁站TOD项目 是东莞近年来着力打造越港澳大湾区 重要节点城市的一个重要举措 通过打造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发达交通网络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数据显示 东莞近三年常住人口数量持续攀升 2018年增加近5万人 达到839.22万人 创下东莞历史峰值 从省内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碎管申成绩 它也是途经广州东站 然后虎门站 然后最终点是到申生机场站 中间也会停很多站 也是方便就是东莞周边的那个居民 然后乘车 我是到了虎门高铁站之后 然后买上到深圳北站的高铁票 大概17分钟就能到深圳北站 而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 目前已全面进入内部装修阶段 预计10月底投入使用 高阶后是西侧的话 现在是整个装饰装修 还有外里面是全部施工完成 计划的话是10月10号 整个江门站具备验收的条件 10月28号具备通车条件 据了解建城后的江门站 将是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南站 深圳北站 佛山西站的第四大轨道交通枢纽 将达到八站台20条线的规模 承接广深高新产业转移 同时接收来自港澳的辐射 数据显示 珠西枢纽新城 近年已引进重大项目30多个 总投资超400亿元 在珠三角的那些交通的要度 包括轨道的建设的新兴的 这些设施投资基本上应该都是很倾向于我们西岸 连通到我们整个广东的东岸 应该说它的战略和价值挖地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目前广东省共有铁路出省通道12条 其中高铁6条 预计到十三五末 广东铁路营业里程将达5340公里 其中时速200公里 及以上铁路2319公里 届时广东铁路将形成八纵五横骨干网络 达到互联互通的现代化交通格局 要推动越岗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基建是第一步 把大湾区的地级或者地级以上城市 再加上港澳这样一个城市区融为一体的 可以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更加畅通无助 广东台综合报道